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0日 欢迎各位收看港闻播报 我是主播亚南 在加拿大的BC省 尽管人们在担心红鲑鱼 也就是红三文鱼的数量越来越少 但今年红鲑鱼的大批回归令人感到相当震惊 在BC省位于坎鲁普斯市东北部地区的亚当斯河沿岸 可以看到成千条红鲑鱼聚在一起 它们游来游去 视而跳出水面 这些红鲑鱼要从海上游大约450公里 途经弗雷泽河和汤姆森河 然后找到自己的出生地在产卵后死亡 亚当斯河流域一直是BC省三文鱼回归最多的地点之一 每年秋季的9月下旬到10月中旬 是三文鱼回游产卵的季节 大批鲜红色的大红鲑鱼聚在一起 构成了相当壮观的场面 渔业专家说三文鱼的回流数量 每个四年会达到一个高峰 有时能有数百万条鱼挤在河床上 今年2018年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年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组织表示 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1050万条红鲑鱼 回到了BC省的河流产乱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组织预测 2018年总共将有多达1400万条红鲑鱼 返回弗雷泽河 今年夏天 科学家们曾警告说 过去三年来 BC省沿岸的河流水温升高 从而导致红鲑鱼的数量不断减少 2017年秋季 加拿大濱临灭绝野生动物联邦委员会发现 在弗雷泽河流域 八个红鲑鱼种群正在减少 委员会认为 红鲑鱼应该受到濱临物种立法的保护 格雷格泰勒是BC省河流流域 鲑鱼观察协会的成员 他说 水温升高 水污染和人类的捕鱼活动 都对红鲑鱼的生存造成影响 应该对捕鱼有更多的限制 他同时表示 亚当斯河里近年来了大量的红鲑鱼 是很少见的现象 上个星期 BC省政府的野生三文鱼咨询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报告 该报告确定了三文鱼 在BC省生态系统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该委员会提出了14条建议 涉及如何保证野生三文鱼的健康 栖息地和管理 以及保持野生三文鱼产业的可持续性 今年9月份 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 出乎意料地突然大幅下降 专家们认为 这将减轻央行加息的压力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10月19日公布的报告 9月份的年通胀率为2.2% 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今年6月份的年通胀率是2.5% 7月份窜升到3% 8月份的年通胀率则是2.8% 此前根据调查 经济学家普遍预测 9月的通胀率将为2.7% 与此同时核心通胀率被认为是更好的衡量指标 也在9月份出现了下滑 为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今年9月与去年9月相比 其跟踪的8个主要领域的价格均有所上涨 但上涨放缓 包括汽油在内的运输指数 9月份上涨3.9% 而8月份的上涨幅度是7.2% 这是因为9月汽油价格上涨了12% 而8月份则上涨了19.9% 食品价格上涨了1.8% 而住房成本上涨为2.5% 酒精饮料和烟草产品涨价4.4% 新的通胀率报告的出台 正值加拿大央行将在下星期 公布新的基准利率之际 人们普遍预计 央行将把其基准利率继续提升 不过毫无疑问 通胀率的下降会使央行加息的压力减轻 专家们说 整体通胀的放缓 以及核心通胀数据的下降 将使加拿大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者们 感到更加放松 把最近汽油价格 以及航空交通费用的上涨 视为短暂性的局面 核心通胀率为2% 这与经济满负荷运转是一致的 同时显示经济发展没有出现过热 从而使加拿大银行 可能会采取更有节奏的加息 随着娱乐大麻合法化 SFU学校在本拿比校区 画出了两个临时室外区域 供人们吸食大麻 但最近发给学生们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 苏里和温哥华的校区 并不会划分出这样的区域 因为他们位于城市的中心 并且位于市政府吸烟章城管辖之内 因此SFU的学生 如果想在校园里吸大麻 就必须到本拿比校区来 学生们可以自由带在 本拿比校园Science Road 与South Campus Road的交叉路口 以及宿舍区吸食大麻 这些区域与现有的吸烟区 划分隔开来 然而SFU的员工 不能像学生一样自由地在山上吸烟 因为他们仍然需要遵守 现有的SFU政策 和BC省的工作安全规定 这些规定禁止在工作场所 使用酒精、毒品 或其他亦造成损害的物品 根据SFU的副校务长 兼副院长Tim Rowley 发送的一份大麻政策称 SFU仍在根据新法规审查及政策 他说未来几个月 将与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 就政策草案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 他提醒学生们 要遵守学校现行的政策和程序 包括学术诚信和良好的行为准则 Rawley在邮件中说 使用药物总是有风险的 我建议大家多考虑 它会对健康和学习造成什么影响 与此同时 由于患有慢性或致残疾病 而需要使用医用大麻的学生 请向残疾学生中心登记 以便根据具体情况安排适当的住宿 大麻在本周中才刚刚合法化 伴随着很多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 较为可怕的就是来自一位女留学生妹子的爆料 一位住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女留学生表示 就在大麻刚刚合法化的那个凌晨 自己便遭遇了一件恐怖的袭击事件 一个黑人因心事过量的大麻 暴力撞开了自己的屋门 场面一度失控 事情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事人和另一个女生同租 当天室友外出 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因为洗澡没有水了 打电话给大楼保安询问停水的事情 在凌晨12点40分左右 她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以为是保安亲自上门查看 本着谨慎的意识 这位女孩先从猫眼往外看 结果吓了一跳 外面站着的竟是一个衣衫不整 素不相识的黑人 这位女生开始询问此人是谁的时候 这个黑人就开始在门口大叫 还哭了起来 说自己是多大的学生 楼下有帮派在追杀她 还重复的求女生开开门 这位女生遇到这样的情况 肯定是很谨慎的 然后她就变得越来越暴躁 随后开始砸姑娘的门 邻居的门也不放过 随后该黑人开始自言自语的说道 你们就是因为我是黑人才不开门 见到此状的这位女生 求助朋友帮她报警 此时门突然被撞开了一条缝 黑人还试图把手伸进来 幸好在这个时候好心的邻居大妈来帮忙 开始隔着门跟小哥对峙 成功吸引了黑人小哥的注意力 开始疯狂撞击邻居大妈家的门 随后听着一声惨叫 大妈的门也被活活撞开了 随后在经过杜苗如年的五分钟后 警察终于来了 姑娘松懈地瘫到大妈也被扶着走了出来 和姑娘抱头痛哭 而警察安排了给姑娘和大妈做心理辅导 又开始对黑人做审讯 原来这名黑人烟熄时过量的大妈 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情绪也变得十分躁动 还尾随别人进了多伦多市中心 有门禁的公寓 警察问她为什么来这一楼时 小哥还表示这是神的旨意 更让人感到后怕的是 此时才是大妈合法化的第一天而已 想想真的是令人大寒 阳流Blob已经返回了BC省的西北海岸 这意味着今年冬天将会格外温暖 这股暖流水域面积约为2000公里 位于北太平洋 就在BC省北部海岸和阿拉斯加海湾南部 华盛顿大学的气候学家尼古拉邦德 在2014年首次观测到了 这个温暖的圆形水体后 创造了这个词语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 卡斯特兰说 如果你在那个地区的一艘渔船上 把水捧在手中 仍然会感觉到它很冷 但实际上它比一年中 同一时间的其他地方海水 温暖2到3度 卡斯特兰说 初夏时 卫星探测到了这个暖流一直在流动 而厄尔尼诺气候现象 也正在进入该地区 两个高能系统的结合 可能会导致西北地区温暖的气温 一直持续 冰冻程度降低 降雪也会减少 虽然鲁伯特王子城的降水量数据较少 但卡斯特兰指出 位于邓纳斯岛的海岸附近的 Green Island 4月到9月的降水量比2017年减少了50% 这股暖流在2014年首次被卫星发现 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 它在2016年9月再次出现 之后又消散 直到2018年夏天才再次出现 因此它说 今年我们将迎来一个更温暖的冬季 大自然的美景大家都喜欢 今年6月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草莓月亮呢 如果你还在为错过了草莓月亮而后悔 那么别急 下周10月24日将迎来又大又亮的狩猎月 喜欢摄影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狩猎月 狩猎月也称为狩月或雪月 是在最靠近秋分点的收获月之后 第一个满月 在所有季节中 秋季是最适合欣赏这一景象的季节 这样的月亮每三年才会出现一次 加上万圣节临近 所以这次的狩猎月 为万圣节增添了一丝鬼魅的氛围 届时日落时分 满月情况将会达到顶峰 所以下了班 在回家的途中 别忘了抬头看看天空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港温播报 我是主播亚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角 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